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楼市司建》 我是主持人Carrie 我们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是报177.34点 按周跌了0.77% 是连跌了两个星期 除了CCL之外 差顾处的楼价指数 都是继续下跌 今集我们因为施生有点不舒服 所以未能够出席我们今集的《楼市司建》 不过我们也请来了资深投资者King Sir 跟我们谈谈 King Sir看到最新的差顾处的数字 楼价指数是回到去年年初的水平 蒸发了差不多去年全部的升幅 虽然疫情缓和了 但还有市场的另一担因素 例如是美国的息口 和地缘政治不稳 你觉得4月真的放宽了限聚令 那楼市会否迎来一个迟离的小阳春呢 那这个小阳春会是量价齐升 还是量升价跌呢 那看回来 疫情相对来说就缓和了 有五位数字 现在都有四位数字 但问题外围的因素 其实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例如说很转针 很转针的问题 就令到一些原油 或者一些大物 小物的价钱又上升 而某程度上 会令到通胀会比较影响 对美国可能少一点 因为始终他们依赖俄罗斯的资源 就是燃油资源就不是那么大 但反而对欧洲比较大 那你说会不会对美国 令到那个通胀影响 一定有的 但问题不是很大 反而是似一点 现在这次刚刚 联储局刚刚加息 加了4分1 但问题来说 你问之后会不会 而现在通胀来说 是说美国是7.8%左右 那你说会不会因此推高通胀呢 其实联储局其实是看到这件事的 所以来说 估计它来的第5月和6月 加息都会比较大 比较高 可能有机会去到半厘一次 加上5月份将会是退市 所以来说 看回这几轮的措施 会不会令到压抑到通胀 或者通胀有机会回落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之后的息口都会加得比较快 如果能够压抑到通胀的话 估计加息的部分 下半年可能会会扑慢多少 但问题是看回 其实最主要美国加多少 因为債制欠占占全世界最多 最多钱的 30万亿 所以来说 他不是很想加很多很高的利息 不会加到好像以前那样 十几厘、二十厘 八十年代 整个基金时 我相信可能三几厘、三两厘、三厘 差不多 但问题是 如果美国加三厘的话 香港要跟多少 大家都看到 很多分析都说了 今天来说 香港仍然有三千多亿的油资 所以来说 距离加息还有一段时间 至少美国加两厘 香港可能有机会跟 如果真的加三厘的话 香港跟多少 可能一厘 但对大家的公款率率多很多 可能多十几百分析 就不死定了 我们看回历史 其实加息是否真的令到 但不一定重复的 看回上一次 美国在2008年减息 减到零 何时开始加息呢 就是2015年12月 他一直加第一次 16年底加第二次 17年加三次 18年加四次 到2018年底加九次息 而香港很免为其难 加了百分一来 你看到那次都是 英航主席说到 很免为其难 加百分一来 香港不想加的 政府有压力 让他加 但问题是 在这段时间 美国在2019年就没有加 接着就减息了 加了九次息 期待2015年底至2018年 美这段时间加了九次息 加了两年二五 但问题是香港在这段时间 楼价是不跌反升 是升了4%到8% 所以你说是否加息 令楼价下跌呢 很难说的 看它加了几个幅度有多少 密度有多少 而对市场是否已经吸收了 如果吸收了 即是已经吸收了 即是已经吸收了 的话 其实对楼价没有大影响 但不是的 每一次都加两三次 三四厘的 五六厘的 当然这个是 我们的市场 期望的 楼价肯然会有机会 会比较反应大一点 跌回来 但问题是 4月就放宽过疫情 放宽那些限制 会不会令楼价量升价跌 还是价量齐升呢 其实你说量升价跌 我相信不会了 因为其实现在 在这一刻来说 4月头 其实价格已经找到支持位 已经比以前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其实最擅长的投资者 或者买价 是二三月已经入货了 当然他们那班是有实力 或者自己份工也都可以的 他们都够胆去买的 也是需要住的 那时候是最好的 因为我当时叫很多朋友 那些同学去买 因为为什么呢 那时候来说 好市来说 当然是 5个盘 对不起 好市来说 1个盘 5个下去争 但现在不是 现在是5个盘 1个下去买 所以来说 你是完全是 Bio Market 是主导市场 你想讲价钱 容易去讲价的 好像那段时间 很多时候 2、3月买 除了10%以外 以上 放得到的 好像我帮同学 其中一个同学 他买了一层楼 在黎港城 超高层的 是凤凰楼 很漂亮的景色 他买多少钱呢 他之前业主 是说是1200万元 放盘的 股价是1180万元 在月中的时候 成交了 我和他谈了 一段时间之后 1000万成交了 足足减了18% 以他说 如果他开价就20% 但是看股价是跌了18%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波动计划 所以来说 1000万是一个风景位 所以他想买 很多时候都是用1000万 这个价钱 那时候买了这么便宜的 但问题 过去一段时间之后 刚刚早前政府也宣布了 4月1日 海外人回到香港 7天而已 不用坐11天牢 去到4月21日 还会续续放宽 用了三步骤 一路路放宽 你不需要真的放宽 就说已经是先兆升 那些人感受得到 由5位数字到4位数字 其实你见到一条街 多了很多人出来 那些人的心 开始觉得 缓和 那些迹象很转 之前可能没有出来的朋友 但都是投资比较聪明的 或者是比较精明的 其实现在来说 已经在市场买东西了 只不过他买不到 全城最便宜的那些 但现在来说 基本上你下去市场 都买到 可能买了一层 可能减5-8% 这一刻还有 但当你过了4月 可能4月21日 疫情放宽了 才出来不买 可能減幅 最便宜的那些买了 比较便宜都买了 可能是减3-2% 和你谈谈谈谈 谈谈 都不会多了 因为最便宜的那些都已经买了 当你说 我再看一些 去到5月 全民一齐出来 好像买楼的话 那些 你只要买到市价楼 甚至有些业主 开始反价 所以来说 其实 估计 底钉已经捉了 差在价钱涨多少 如果市场 疫情一直都会转 我相信 加上一手楼 一手楼 带动气氛 我相信成价一定多 应该不会跌 差在升多少 如果疫情很转 市况很似的 就升多些 如果疫情反复的 可能升少些 甚至还行 看回情况 疫情主宰着 未来的楼价 你作为资深投资者 以前也有不少人 会选择 一些小楼 或者南米楼 去投资 继续林郑計务 现在又有财业計务 你觉得这些 南米楼 的投资价值 还有没有 你自己会否选择 我以前买 一些旧楼 两房三百尺 以前80年代的楼 很多都是这样 那些是否南米楼 那些旧楼 我是买那些 但我没有买 因为我一出来 我已经跟读者好 朋友说 尽量不要搞这些 因为这些是特定时空 里面的特定产物 因为那时候 那些发展商 看着市场的买家 的首期 不是看着 买了多少钱楼 是看着首期 因为首期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后面那一架可以供 但当时来说 未放宽 未有林郑铛 未有保育铛 400万以下做九成 600万以下做八成 所以发展商 都尽量去看着 这些去货的价值 开租 400万的 他要收2万元一尺 那就给了200尺 去到600万 500万 600万 他就给了200多尺 可能优质一些地方 地段 可能香港区 2万多 甚至有3万元一尺 所以来说 大问题是 这些楼 是否市场需要 其实就不一定 因为始终你能够容纳 一个人 或者是小夫妻 但是生了小朋友之后 就没有人要你了 他们要搬 而问题来了 就是说 那时候好卖 因为市场的时空 令到他们好卖 但自从林郑铛放宽 之后 那些人 以前拿着100万 都是买过500万的楼 那就是买纳米楼 要买新楼 但今天拿着100万 即是林郑铛的时候 可以买到800万的楼 800万的楼 你怎样纳米都没有 你怎样2万5元 都不会纳米楼 就是买给了300尺 所以来说 发生商都开始开大小职 除非是市区 只有两三个码 都开不了大职 因为那些重建的单位 但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符合计划 一定是好升一点 自从波数计划出了 更加纳米楼的需求 更加小 因为我拿了100万 今天 以前买了500万 之前买了800万 现在今天我买了1000万 1000万 怎样都不是纳米楼 300万一尺 都有300多尺 可以100一尺 所以来说 纳米楼的去货 是比较困难的 大家投资 自用好投资 你不要想着自己自己喜欢 你们想着 我们俗语所说 未想买才想买 你买进来容易 但买出去 谁给你接货呢 当市场上 以前 每个都买小间楼 那便有人给你接货 但问题是 现在每个都可以买 中间楼 大间楼 那谁给你买 愿意住这么小的单位 所以来说 我相信 纳米楼的欢迎程度 就会差一点 我一向不建议 大家 投资好 自用 都不建议 那你会看好哪一类型的单位 或者看好哪一区 这么说 边楼单位 呼之欲出 8,000至1,200,000 抱歉 8,000至1,200,000 这个楼 始终有政策去支持 这些一定是升得最好的 等于之前放宽了之后 600至800,000都会升 因为政策支持 800至1,000万 这些是早九成 1,000至1,200,000 早八成 这些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8,000至1,200,000 之前你都买到 只不过用首期 但是之前1,000个外的楼 那是要拿500,600,000 首期去买 但今天不用了 拿200多万 已经买到 所以这些估计 是1,000至1,200,000 成交是最大的 反弹力最大的 因为这些是被压制了很多年的 一些价位的物业 现在释放出来了 还有一些被压制的用家 可能他买来买去 1000万 我都不够 123万 14万 因为要做五成首期 一直都没有卖楼 租楼 或者一直都住在两房 不敢去换三房 就算三房要换都可以去到新界区 所以来说 这些购买力 在这次疫情过后 我觉得会释放出来 而是很大量 这个市场不是很大 但里面的增长高 可能增长看随时五成至一倍 在这个价位的价钱 但问题 他今次的计划最特别 就是他不是一刀切 他甚至是一千三百多 一千三万 一千三万 一千四万 一千六万 一千四万 楼下做到七成 一千六万 一千六万 一千三万 一千六万 一千六万 都做到六成 所以来说 以前你拿着五百万 你可能买到一千万的楼 最多 但现在拿着五百万 你今天可以买到一千万的楼 所以你的阶段是大了很多 我相信对什么楼有帮助 以前来说 市区方便的人 想着上班方便 港岛区 九龙市区来说 一千万 拿着一千万去买楼 可能买个新少少楼 或者好少少的大型屋 买了两房 三房都未必买到 如果真的要买 可能有新界 但问题是更大 只要过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二万 一千三万 一千四万 一千六万 相对就多了很多 优质的三房 可以挑选 所以来说 我估计 过去之后 对一千万 一千多万的楼 尤其是市区楼 三房 我覺得會反對力強,而且會排行大試 因為以前一千萬利斯址買了兩房 現在就是放寬了,即是有一班新增的購物力出來買三房 換樓客,以及以前不買樓的,現在就走來買 所以多了這班客人 我相信800至1200萬的樓會比較好升 最好升是1000至1200萬 而1300至1500萬都不太差 另一方面是南區的樓 怎樣這樣說呢 其實國內一些比較有錢的人 有些人已經拿三顆星 香港人,或者快要拿三顆星 他們不是沒有樓,只是投資 其實他們周圍投資的,不僅是香港,全世界投資 但一般是貨比貨 深圳和香港其實都一個動力比較高 經濟比較好的地方 他們要比較 深圳來說,比如說你真的拿過兩萬多元港幣 只販三萬元港幣,即是二十多萬一方 深圳的地方那些樓 但看的景觀是看到什麼呢? 深圳河 黃黃色的,黃黃色的深圳河 看到一些依稀的綠色的,灰灰露露的 但問題是,來到香港不同的 他們看到天和海是藍色的 看到山是綠綠色的 深圳或者在國內很多地方找不到 我知道很多國內的 因為我的女兒也有很多國內的同學 他們家長很喜歡香港的山和海 因為他們在國內是很難找到的 以前國內的朋友,有錢的那些 很多時候就會喜歡買些什麼呢? 買新樓、方便 看到海景、交通站那些 很多人買這些 但你發覺,住了一些比較有錢的人 他就知道哪些真正的豪宅地段 山頂、南區這些真正的豪宅地段 所以我覺得逐步逐步 一些有部份的人 即是識貨的人 他們就會搬去港島 因為你看到 香港首富住在南區 大陸首富馬山都是住在南區 他們知道,他們有很多信息 所以來說 當然你買來,你不要想說短體 短時間 起碼都覺得三、五年之後 要長一點 這個我相信 因為那邊南區的樓都比較制厚 這麽多年升得慢 我相信到時開一關 過內有些資金下來 我相信未來這邊就會升得好些 即是南區那邊 山頂都,我相信要比較特色 或者比較稀有些 都會升得很好 今集很感謝你,就是傾Sir 我們先談到這裡 我們下集樓市事件再見 這是北京的經濟 提供的曲子